最近在香港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交通意外 甚至影響到政府要實施一個特別的措施 叫做隨機呼氣的測試 原來就是因為有人喝醉酒 喝了很多的酒之後仍然開車 而導致在那個意外當中 很多其他的人受到傷害 甚至失去了他們的生命 今天在新聞裏面看到一位司機 他這樣回應 他說他覺得執法要更加嚴 為什麼呢? 因為由於一個人放縱自己去喝酒 而要其他人賠償他們的生命 是不值得的 是應該制止的 我在聖經裡面想起神的話語 在《二復所書》第五章第十八節裡面 聖經是這樣讀的 他說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聖經說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他說走有一種能力 能夠讓那個人失去了理性 他說我們相反的基督徒 應當被聖靈充滿 應當被聖靈充滿 不要醉酒 然後在前面的幾節的經文裡面提到 他說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醉愚昧人 當醉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學 似乎在這段經文裡面提到 醉酒的人在神的眼中 是愚昧的 他的行為是糊塗的 所以我們不要做糊塗的人 不要做愚昧的人 我們應當做一個智慧的人 智慧的人是怎樣的呢? 智慧的人是被聖靈充滿的 聖靈充滿又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被聖靈充滿 就是相等於被主的話與神的道理 充滿我們的心靈 以至我們做甚麼事情的時候 都是按照聖經的原則 那就是合乎神的心意 聖經說 我們當用詩章、重詞、寧歌 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凡是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上上感謝父神 喝醉酒的人不單止自己受傷害 成為一個愚昧人 甚至會影響其他人 帶來很多的傷害給其他人 而被聖靈充滿的人 不單止神喜悅 他還會成為其他人的祝福 我甚至於我們每一位基督徒 我們都能夠常常被聖靈充滿 就好像警察會隨機來抽養 我們每一天 我們都嘗試隨機抽養問一下自己 我是不是被聖靈充滿呢? 我在做這件事 作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來做呢? 我相信當我們有這樣的意識的時候 我們凡事都能夠蒙神喜悅 又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 願神慈福大家